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509大选过后 由他领导的沙拉越成员党脱离过程 他就一直鼓吹和挑起这种沙州州内反联邦的情绪 这也是他为了要引起来界州选的那种政治 narrative 但是这次提出说沙州要去用State 或者是州的字眼 我跟我说这是一种业维的做法 我们目前沿用的宪法名称 沙拉越州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Sarawak 州律书State 这个推移 州的律政司State After the General 或者是州的财政司State Financial Secretary 都是根据沙拉越宪法第十一条文 以此如果在没有修改目前沙拉越宪法条文的提案下 把现在大约公司的不称改为沙拉越政府律书 Sarawak Government Secretary 沙拉越政府律政司Sarawak Government Attorney General 沙拉越政府还证实Sarawak Government Financial Secretary 它就会出现违法宪法 或在法律上是错误的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或者是沙拉越宪法 可以把东马的沙拉越和沙巴 定义为英文大写字母的State 英文State有一个S 而不是英文小写字母的State 英文大写字母的State 从法律角度 它的意思是可以指说它是一个州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Nation 一个国家 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 也可以指说它是一个邦国 或者是拥有特定行政管理自主权地位的一个地区 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应该针对英文字远 原本大写的S的State 用很下意地去潜意它 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也是使用State这个用词 我认为说现在自从希望联盟 阿卡塔拉班在2018年 赢得联邦政府执政前以后 由首相马拉雅队所领导的希望联盟政府 它预线了执政的承论 成立了由首相敦马拉雅队领导的1963年 马来西亚协议特别指导联盟 这个委员会就确定说 他们要在六个月内处理 规还原本属于沙拉业和沙巴 潜意的事业 因此如果我们一直经常在所谓的 反或者是州的那种争论 很复劣地把那些原本属于沙拉业和沙巴 潜意和潜意争取回来的 回来给沙拉业人民和沙巴人民 这种缺乏实际行动的恐涉之神 因为沙拉业和沙巴尔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